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话题就是 SiteGiant Web Store的 Setup 所以在这边有谁已经开始用 SiteGiant Web Store了的就是SiteGiant的 Website 如果有的话请你们打一个5号一下可以吗 Web Store 已经开始用了很好很好 OK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Topic 会讲怎样去 Setup 但是在我还没开始之前呢 也要问问看你们 在这边呢我相信你们大家 都有在8个Place卖东西 Shopee, Lazara, TikTok 通常是这三个 要不然有Yubilee, Tejimo, Zalora 你们全部都有在这样子的 Online Platform 卖你们的产品 但是呢 你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卖这个产品 其他人也在同样一个 Platform 卖这个产品 我换去另外一个平台 其他人也是在那个平台卖这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久而久之 有越来越多人卖这一样的东西 在同一个平台里面就会有 Pricing competition 会有价钱的竞争 那人家都会一直 Cut price, Cut price, Promotion to Discount Mayb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们 Cut price, Cut到一个地方 诶,没有 Profit Margin 去了 我们有 Sales 但没有 Profit OK,那我们应该怎样 从那一个圈子里面跳出来 我们怎样 Stand Out and Upstand 就是比较特别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做 Branding 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平台 好,那怎样推广平台呢 其中一个方式是透过 Website 就是你们的网站 Branding 它其实包括很多东西 它不只是 Branding 不等于 Website Website 不等于 Branding 但是 Branding 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网站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到 到底要怎样用 Site Giant 来 Set Up 来去做你的 Website 给它好看 给它做 给它 Functional so that Customer 能够下单 能够选 Shipping 能够做 Payment 然后你们会收到 Order 从这一些这样子走下去 通常呢,你有一个 Website 不代表说你没有在你的 Marketplace 卖东西 你有 Website 也是等于你还在 Actively 在你的 Marketplace 卖东西 所以你还是照样卖在 Shopee 照样在 Lazara 上面卖 然后也不代表说 你有了 Website 你就要放弃其他的 什么都不要做 只是 Focus 在你的 Website OK 反正你有了 Website 之后 你做了你的 Website 之后 也不代表说 忽然间明天睡醒 你的 Website 以及是 你的 Top 的 Main Platform whereby 你的 Customers 全部 Automatically 跑进来你的 Website Place Order 它不是这样子 Website 需要 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所以有了一个 Website 你们做了你的 Website 你们的 Website 呢 其实 是要跟你的顾客讲 你们是谁 你们是什么 Identity 给我在这个市场里面 到底我是一个怎样的卖家 然后你们代表什么 有了 Website 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 try to increase 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Conversion Rate 就是我们的兑换率 For example 有一百个人来 visit 我们的 Website 只有五个人买 这样子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只有 5% 有了 Website 之后 我们要 try to 把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推到 maybe 比较高 20% 30% 所以如果有一百个人 进去你的 Website 看的话 有三十个人买 这样子我们会 push up 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如果用了 Website 之后 当然我们会希望 我们也会 push Customer 来 Register as Member 所以当 Customer Register as Member 之后呢 你就有他们的 Data Base 有了 Data Base 之后 你就可以 Update 它们 你们最新的产品是什么 你们最新的优惠是什么 你们最新的广告 你们可以 push 给它们 那如果你的广告 你的产品 你的优惠 你有写的字 可以跟他们 能够产生共鸣的话 他们 feel 到你 你的广告 会对他们来说 比较 personalize 的话呢 你就会 有 chance 来 upsell 你的 customer 你的 Conversion Rate 会越来越高 OK 要怎样做到 这样子的东西呢 其实 我那个 part 我等一下会讲 然后呢 有时候你们会讲说 其实我已经用着 你的 Website 我在用着 Website 还蛮久的 但是 我的 Order 几乎是零 一个月 三四个 四五个 这样 或者你们讲 如果我 Create 了 Web Store 之后 没有人下单 怎样呢 为什么我要花这样多的时间 进去 Create 这个 Website 为什么我还要 设计给它更美 当我的 Order 这样小 为什么我还要 放这样多的心思 进去 来做我的 Website 为什么我要 Invest 投资钱 进去 来做我的 Website 为什么这样子 之前呢 去年 我还记得去年的新年 我去我的婆婆家拜年 去我的婆婆家拜年 之后我的 我的 Akin 就是我妈妈 你的哥哥 你的太太 他就跟我讲 欸 喂 生 你在 Sitegian 做工的 欸 我跟你讲 我 我的公司也是用你的 你的 Unicard 也是用你的 系统的 我们只是拿来 所顾 商品 商品 其实 Website 我们都无论是没有 Order 进来 我那时我提了 其实我觉得 我有一点害羞 你用着我 ять bar 然后 没有Order 我 你的 Web Store 没有Order 我 但是我又 因为我就刚刚开始 跟 Sitegian 做工 还没有答案给他 可能你需要押忆一些 但是不用紧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 由几个方式来把信息带到你的网站里面 所以现在为什么 虽然没有买买 买少从网站 为什么我们还要先把网站做好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SEO 在这边我们讲SEO SEO就是你的Google Search Result Google Search Result SEO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 Overnight做好的 它不是我今天做明天就Settle 100% 它不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SEO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 几个月或甚至到几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需要把时间 我们需要尝试哪一个Keyword比较适合 for example 你的Keyword是123 但是你的Customer找ABC 这样两个Keyword都不一样 但又讲Keyword不适合咯 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你的Google Search Result 会比较低 ok 这样子我们需要拿时间来查看 哪个Keyword比较适合拿来换 换去比较更适合的Keyword 另外一个是会讲到backlink backlink就是讲说有哪一个其他的website 能够连进去你的website for example 如果我的Facebook.com 点那个link 我能连来你的website的话 你就有一个backlink 那除了Facebook 还有Twitter 还有Instagram 还有 maybe做affiliate的website都可以 so backlink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SEO的Result 那如果你的backlink的那个Site for exampleFacebook Facebook是个highly trustable的Site 所以如果你能从Facebook那边 link到进去你的website的话呢 你的SEO那边就会有更多一点的Mark so that下一次当人搜索你的时候 你的Result会 placed在比较前面的Pitch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全部都需要时间慢慢去做 然后Google它们也需要时间去哪个website来crawl so SEO呢是一个需要一些时间来create的东西 之后呢我们也会讲到Digital Marketing 当我们做Digital Marketing的时候呢 那一些广告呢我们是需要数据来看的 我们需要知道说 Normally through natural traffic 你的顾客或者是你的browser 你的customer你的viewer 是从哪里来 是从哪一个州来 哪一个地区来 什么年龄层 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当你的Digital Marketing有那一些资料了 有那一些数据 他们就知道说 到底我要target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我的 因为我在target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知道我的广告应该怎样setup 应该用什么颜色 但是当他这样子去对着target着你的audience来做广告的时候 他们就会feel到 哦 customer跟你的广告会有共鸣 会有那个feeling会feel relatable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提高我们的ROI 就是我们的回报率 so其实你有没有website website有没有sales 它那个是比较beginning的stage 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是 我们要把website先做好 把website先做好了之后 给他先run这些没有order进来也没有关系 ok so 当你有你的natural的那一个traffic进来了之后 当你的google analytics setup了之后呢 会get到更加多的资料了 这样子当你要push 你的website给更加多人看的时候 你要打广告的时候呢 你有那一些资料了 so你会打广告的比较成功 在这边呢我会跟你们讲 有几种方式来push人家 来encourage人家去到你的website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在shopee啦 Selamite你们天天都会process你们的order 你们天天都会做picking packing 这样子的东西来pack好你的puzzle 对吗 so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当你pack你的puzzle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 放一个字条进去那个puzzle里面关起来 so like customer 收到他们的puzzle的时候 他们开箱 哦有一张纸在里面 有你的website有一些coupon code有一些字体 给他们看看 也可以 那当你们放poster或browser进去那一个puzzle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们的是放一些比较attractive的字 like receive your next discount 或者是use this voucher code 然后呢放一个qr code 放一个qr code会比较好看 so like customer他一看到的时候呢 他问他哎 其实我看不到东西的我只有啊 please use this voucher code 买到这个qr code 那这样子他就拿电话起来 automatic去scan你的qr code 可以这样子就成功了一些了 so like 当他一scan你的qr code的时候 他会directly去到你的网站 so到你网站的时候 如果你把你的website做得好看的话 一进去你的banner就写 all Shopee or Lazada customers with this voucher code can receive how many percent of discount oh maybe是这样子 或者你的banner放得比较好看 比较美的字 放得比较attractive 就ok了 right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过Facebook live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Facebook live 其实 Facebook live 其实 你们做完了整个session 你们关了你们的live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SiteGain 会send一个link 给你所有的Facebook live customer all right so那个customer一点进去那个link之后呢 他们就会被带到你的website 来checkout so这样子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这样子你就link from facebook link过去你的website了 so一去到你website的时候 有一些customer of course他们会直接directly去 给钱 但是有一些customer呢 他们就会browse来brow去 也是一样 当我们能够把customer 带到进来website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讲conversion rate 就是哦 怎样把它from一个观察者 变成一个买家 那个就要靠你的日体写的怎样 你的banner放的多美 你的product even discount 或者是你把你的比较普通的boucher 先放在前面 给customer看到先 好 所以当我们讲 要把traffic带过来website 要把traffic带过来website 有只有几个方式 一个是你要出钱 一个是你要出力 一个是你要出时间 好 那如果我们先讲 我们先不要放钱进去做advertisement的话 我们只剩下两个option 就是出时间跟出力 这样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把你的website 放在你的公司的instagram profile的bio里边 然后呢 就花多一点时间 想一些content来keep post你的reel 那你的reel越来越多 你们的view会越来越多 有一些人 feel到你的reel是好看的 relevant的 他们有feeling跟你的那些content 他们就会去你的website看看 就是去你的instagram的bio 有link哦 点进去看看 哦 原来这个是你的website 原来你的website有卖这样子的东西 哦 原来你有这样子的一会 我也需要 就买 ok so 当我们讲 我们刚刚一开始 做我们的website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数据 从google analytics or pixel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先 花多一点力 花多一点时间 来做这样子的东西 把customer 带过去我们的website alright so 今天呢 我会focus在这一些topic 第一个我们讲 怎样把你shopee lazara的产品 放进来 你的website的位置 ok 什么东西是info pages 什么东西是educational blogs 什么东西是menu 怎样做你的layout 要怎样set shipping跟payment 当然我们讲 在网站卖东西 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就是 网站跟东西 ok so我们先会讲 整个flow先 就是怎样把产品 带进去你的website listing里面 然后呢 我们怎样做shipping 跟怎样做payment method ok 当我们在sitegiant做website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进去website listing 我先给你们看我的screen一下子 这是我的自己sitegiant的site ok 在这边 如果你有在shopee卖东西的话 你就会有shopee listing 如果你有lazara的话 就有lazara listing 如果你用post system的话 你就有post listing 当然 那如果你有在website卖东西的话 你就会有website listing 通常呢 你们进去website listing里面呢 它是空的 但是 这是我的listing 那如果你们在shopee lazara 已经卖了 在actively在shopee lazara tiktok卖了 你们知道你们的product listing 在你们的marketplace是完整的 很简单 你们只是需要进来copy listing 在copy listing里面呢 你可以找我要到底哪一个platform的copy进来 for example我要去我的shopee 因为我shopee有四间store嘛 我就全部都不要选 我先unselect先 然后才select我要的那间store 在这边你们可以go page by page select all score到最尾 如果是30的话 我换去10 如果有比较多产品的话 你可以换去比较多items per page 然后你们可以按copy for example 我的现在我只要copy这个产品 我copy这个产品之后呢 我select它 我选copy copy to哪里 copy to webstore 所以在webstore这边 我就选择webstore的名字 然后系统就会问你 当你copy的时候 如果我们找到一模一样的sku 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应该copy 或者是skip 通常我是按skip啦 所以好了之后我们按copy 系统就会process 然后它就让你知道说到底成功或失败 这样子我们去我们的product listing page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刚才我们所copy的 已经跑过来了 所以当你有product 在你的webstore listing的时候 你们需要做一些东西啊 第一个 我那跟你们讲的是 点进去你的产品 你们setup你们的brand 这是我create的brand 所以我选择其中一个brand 按save 结果当你copy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shopee 的资料 会直接带到进来 包括照片 description那些 全部都会 alright so 有了产品之后 第一个是set你的brand 第二个是做collection so brand跟collection 同时都会在这边做 在你的webstore listing 三个点的button里面 score下去 你可以找brands 跟collection brands就很简单 straightforward 就是addbrand 放你的brand的名字 setup collection呢 它会比较不一样 在collection 我们进去collection了之后呢 of course 我们可以addcollection addcollection 你只是需要放collection name 放你的照片 之后呢 你们需要setproduct 然后我进去 我已经有了的给你看 so这个我讲fashion 我的collection fashion 有四个product 所以我点进去这个edit button 我说下去 我会看到 这一些是我的product under这个fashion的collection ok so你需要add product进去 so collection add产品会比较快 那如果brand的话 for example你copy了1000个product 进来 你setup了你的brand 但是brand需要进去一个一个这样子setup 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有一个方式会跟你们讲的是 你们可以来这边三个点的button export export product export product出来了之后呢 你会得到类似一个像这样的excel file ok 在excel file这边 你们可以放进去你的brand 有variant呢 它会你要放进去全部咯 如果是单一餐厅的话 你们这样子放一个就可以了 有variant呢 全部都要放 放好了之后 save起来 回进去你的side giant的位置 把它import回进去系统里面 就刚才我讲 诶 copy了吗 我已经show你们copy了 show你们setup collection了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讲我 我不要copy 我不要link from Shopee 存不进来的话 我要自己create product 可以吗 没有问题可以 add product 就很 straightforward add product 放你的资料进去 就可以了 of course webstore的product 全部必定要link to 你的ISKU啦 如果你们有了 你们自己side giant webstore的产品 你们就可以做 你们自己的优惠 你们要怎样做promotion 做什么discount 都可以 ok 你们可以做bouger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 很熟悉的bouger 你们可以做discount 除了discount 你们可以做customer group discount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discount是给大家的 一set进去 谁买都是这个discount的price 但是customer group pricing呢 就讲 只有VVIP有20%discount VIP有10%discount 其他普通members 5%discount 这样子也可以 add on deal 跟shopee也是一样 bundle deal ok 我觉得你们都懂 它是大同学与差不多一样 最后是我的membership point 所以有了你们side giant webstore listing的产品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promotion 跟你自己的discount ok 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了 先讲进去shipping 我们进到一个website 之后我们add to card check out bom 它需要我们选shipping 在side giant里面呢 shipping要怎样去做呢 so for这一个webinar 我会show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先进来settings 在settings里面 你会看到shipping跟payment 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这边 我们先讲shipping先 所以shipping呢 今天我要share with你们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是通过我们API link跟easy parcel 所以我进来shipping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add shipping zone 我们点进去add shipping zone之后呢 它其实它会叫你换一个名字先啦 之后呢你要选国家 你选malaysia的之后呢 你要go by state 选所有的州属咯 那如果你讲哦 我只是handle KL的clang Valley的 这样你就不要选这样多哦 选你要的state就可以了 ok so 这个选完了之后呢 这个是shipping netted name 你在这边放什么名字 customer都能看到 so如果我这边放easy parcel 等一下我的customer 当我进去看的时候呢 他check out的时候 他会看到easy parcel so在这边career company 因为我选career API嘛 so我有三个option而已 for now只有三个option 一个是gdex 一个是lala move 一个是easy parcel alright soeasy parcel我选了之后呢 我只需要从easy parcel的位置 拿出来我的API key 跟我的integration key 它的方式全部 已经在我们的guide里面了 你们可以跟着 它拼不难 只是定去按几个button 就拿到了 好了之后呢 所有easy parcel 里面的rate 跟它的shipping option 全部都会秀出来 你们只是需要 看哪一个你要用 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 哪一个是会比较靠近 跟你的公司的 你就select 你要用哪一个你就select 好了之后 你也可以选择 要不要charge一个handling fee for example 我的情况我是 每一个transaction 每一个order 我多charge一个快半钱 这是从我的site 这是我的textsite 没有真正order进来的 所以在这边set好了之后 就是按save 这是shipping咯 通过我们的careerAPI 用easy parcel的 它的价钱 它的rate 它的shipping fee 全部都是directly fromeasy parcel 我不用特地找JMP 或找Ninjapan 找APX 跟它拿呢 它们的rate 一个一个慢慢输入进去 不需要 除了careerAPI 全部是一直过的 ok 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 也是我们的payment method 所以你们选了shipping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选payment method 所以这一些你能看到 在我的screen 都是我们site giant 能够link到的payment method 就是paypal 这是menorbank transfer 这一些的payment gateway 还有ewallet 你们在这边能够看到的 都能link 看不到的 暂时link不到 所以这是我们的payment method 我们add了你们的payment method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ok 进来这边 add payment method 这是我addatomi进去 so of course我这边的资料是假的啦 给你add了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们进去我的website 暂时我website是空的 我要show你们看它怎样去做 ok for example 我要找产品 ok 我按product进去 我要买这个 这个东西 ok 我buy now 然后我check out 然后我continue my scarce 我要放进我的资料 select my country 所以在这边去让你们知道 那些career API 只能handle到 local Malaysian的delivery international做不到 ok easy parcel set up 需要加钱吗 不需要 它是free的 它跟unicart不一样的 在site giant的easy parcel integration 是free的 ok 所以在这边 你们看得到说 shipping method 我要换掉它 我有gnt跟abx so customer可以自己选 all right payment method 如果有more than一个的话 就可以 选 but我只有atomi so customer只能选atomi all right 然后他们就可以close order ok 啊来 我们continue 我们讲完了这个shipping之后 我们讲完了这个payment之后 我们就会讲 site giant webstore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main topic 但是我还剩下20分钟 我会try to squeeze as much as possible of course 如果我们ot的话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啦 ok so在site giant webstore里面呢 我们会谈到的是pages pages就是一个页面 给你们看资料 informational page blog post 它跟page差不多 blog跟page差不多 但是blog的purpose blog的目的是 要我们来教导我们的customer menu就是我们的menu Chinese叫做菜单 我们的主题就是team sample 给你们用 跟最重要的web store builder 所以我先会开始withpages ok 我进来我的sandgiant 看我的sandgiant这边呢 我就会去哪里呢 就会去web store 看到吗 web store 在web store这边 如果你点这个眼睛的icon的话 其实它会带你去到 你的temporary domain 这是我的site ok 这个就是我的site alright so在这边呢 你会看到不一样不一样的setting 第一个我要跟你们讲的 我会跟你们先讲的是pages ok 刚才我讲pages是informational page 你是给顾客看一些information 罢了 so for information page 对吗 它其实是蛮重要的 for example那些比较需要的page 就是Privacy Policy, About Us, Return Refund Policy, FAQ, Terms and Conditions 这些全部都是蛮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会讲重要呢? 如果你要去register一个Payment Gateway 给你register的时候,他们会叫你enter你的website的Terms and Conditions 或者是Privacy Policy 那如果你们没有create on这个page的话呢 你们registeration是不会成功的 那如果你们要link to Facebook 可以link to Facebook 给他们autologin 在他的process的时候呢 Facebook也会run for这一些资料 所以这一些资料已经automatic generate给你了 你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点进去那一个edit button 点进去edit button 看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你们agree with这个statement 如果你们要加information,可以加 那如果你看看这个红色字的,你们应该做什么呢? 就把它换成你的公司的资料 OK 几乎全部都会有啦 like for example,Terms and Conditions 我给add it进去 你们只是需要把里面的资料把它换掉而已 就可以用了,basically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你们让extra加东西进去的话 也可以没有问题 记得,做好了什么东西都好 一定要save OK 那如果你讲 OK,你给我这一些basic的template了 OK,好用 这样子我要create我自己的website 我要create自己的page 可以吗?怎样做? 就进来按这个add new page的这个button OK 当你add new page的时候呢 of course,你要放一个title 跟你的status status开,customer看得到 status关,customer看不到 然后呢,content type有分两种 这个有一点重要哈 content type第一种page editor就是这样 你把你所有的content,所有的资料都放进来这个盒子里面 简单 page builder我会show你啊 让我给你看啊 这是我自己做的content us page 我自己做的 OK,我add it给你们看 所以它是用page editor 看到吗?page editor 之后它下面这一边呢 就是我所有的资料 我放一个照片进来 放我的店的资料 放进来啊 之后按save 所以当我去到这个page contact us 的时候呢 我只能看到这一些资料 OK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page builder 看到page builder里面这边是空的 不要担心也 不要被吓到 我们可以点进去 它会带我们去到我们的web store builder 进到web store builder了之后呢 别担心我们在多一下 save就会带我们去到那一个page的位置 OK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就是我的ideal and concept的page 我在这边我可以add blog add d-l-o-c-k for example 我要show brand 我要show content editor 这个下面有了 我要show 照片 show什么照片 就可以放出来 不要的话 remove OK 这是我的照片来的 这是我的什么 我的photo grid 三张照片的option 我放一个photo grid 下面这个就是我的content啦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把我的mouse看到我的mouse 我跑进来这个格子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加跟加 跟蓝色的线 它会mouse讲 哦 这个是一个block 当我点进去这个block的时候 我的right side 右手边的这个panel 会变去 这个block的setting OK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加照片 可以再这样子加 我点来这边 它会变成这个block的setting Alright heading text 就是这个 看到吗 然后它里面的这些资料 就是按click to edit 就放leave love love 两张照片 save ok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 好了 之后save and publish so 有两个create page的方式 是看你要怎样去用哪一个 比较适合啦 Alright 也没有讲哪一个是最对的方式 也没有讲哪一个是最对的方式 是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方式 ok so pages讲完了 我会讲block post ok pages是show资料 block post是教导人家 我喜欢用educational for example 我进到去block post for example啦 我在我的website 我是卖衣服的 ok 我要卖baggy的衣服 baggy的裤子 oversize的衣服 跟sneaker 我就create block post 来教导我的customer 诶 你知道 oversize t-shirt 其实不是一个trend 它是很好穿的 其实它有 scientific的study 来backup的 这样也可以 ok 如果讲 baggy jeans 大件裤子 其实它不是一个trend 其实它穿了是怎样怎样 有哪一个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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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穿过了 所以它将出名 类似这样子 你也可以放在这边 如果你要的话 如果你卖jeans 你也可以写一个jeans的 一个block post 来教你的customer 怎样子去 啊 go你的jeans 一个身体洗一次啦 或者是需要洗的时候才洗啦 或者是哪里晒太阳啊 放去冰箱里面啦 up to you ok so 这个是教导你的customer的方式 ok 啊 在这边有一个东西你们需要注意的是 category right 你们for example啊 我有三个block 我manage category 我有三个咯 没有三个 我只有两个 这是 by default 会有的 uncategorized 我有两个coding的block 一个coding的category name 一个snicker的 so 如果你们有用到category的part 很重很重很重要的东西是 你们需要把他的status打开 要不然你们没有把status打开的话呢 是说不出来的 alright so 你们讲create block post 应该怎样create 很麻烦嘛 很辛苦嘛 其实不会 你们就是需要点这个青色的 add new post add new post了之后呢 你们可以点 add new post 它就是进来这个page so你们首先需要做的东西是把你们的照片放进来 放什么size呢 这边会跟你讲 可以你们跟着这边的size做就可以了 alright so在这边 你可以放你的title 放你的category 放你的text 然后就放你的content 可以在这一边有人问要放video可以吗 insert video的话 你可以进来这边 more reach 找这个insert video的位置 就是把你的youtube video的link放进来 按insert就可以了 so这是block了 block好了之后呢 做好了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给你看 ok现在我们讲完了pages 我们讲完了blog 接下来我们会谈的是menu management menu management 就是这样子去handle你们的菜单 ok 让我回去我系统里面 menu management就在这边 让我点进去 ok在这边的话呢 by default 系统会给你看 一个是header 一个是footer 但是我这边已经变去了 ok so 你要add menu呢 就是需要按这个add menu set for example我点进去了之后呢 我就放一个latest menu 它有两个type 第一个type是header 第二个type是footer header就是你的网站的main menu footer就是你scroll到最尾最尾的看 你会看到一些小小个menu 那个是footer 所以我们先focus在header 因为它的function 只是大同小异 不是大同小异 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so在这边 by default 当你objet一个menu的时候 它会给你这样子的option home button about us 它下面的这些pages 可以product production contact us for example 我有我自己的contact us 我不要用它的 按打插 remove 删除掉 拜拜 ok so在这边 其实我也不要show faq 我删除掉 拜拜 之后 for example 我要看 其实about us 我点进去之后呢 customer点进去 他会带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可以点这个 铅笔的button 点进去了之后呢 他会跟你讲 ok 这个menu 这个button的名字叫about us 它是link去哪里 link去我自己side giant里面 side giant自己里面的哪里 pages about us ok 明白 这样子collection呢 就点这个铅笔的button 它就会讲 这个button的名字叫做colle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ok 它是进去side giant自己里面本身 然后去collection page 然后它会show allcollection ok可以 这样我不要给customer这样麻烦 需要点进去allcollection了之后呢 才选 我可以create newmenuitem 我选 ok我要进去collection 我要给它看到accessories ok accessories alright so 当我点accessories的时候呢 它会带我们去这个accessories的collection 要不要开一个新的tab so我点accessories的时候呢 它用同样一个tab 是会开一个新的tab给我 可以按save 好了之后呢 我只是需要拉进来 它就变成submenu ok 我就再点add menuitem 我找collection 我会找fashion ok 我这边就type fashion ok save 也是一样拉进来 它就变成collection的submenu for exampleproduct product我点进去 看 哦 它是带我去product allproduct so当customer点这个product button的时候呢 customer会看到所有的product ok 可以 没问题 这样子我要加 其实 我要给customer 有的看brand ok 我就放一个brand save ok 在上面 它brand在下面嘛 我click了 拉上来 放下去 ok 再click多一次 拉进来 它就变成submenu ok so brand它是linked allbrand吗 但是我有多个brand 我应该怎样呢 就在add menu 在这边 ok 我先看我有什么brand brand allbrand done deal ok 在 quantum叫做搞定 done save 就把这个 拉上来 再拉多进去 所以在这边呢 你能看到说 有 menu submenu subsubmenu so 我们能够去到三个level level1就是最外面的 第三个level2是中间的 第三个level是最下面的 可以说我们可以变成三个level 好 我又可以加多一个 我要先去brand 在brand那边 我要看blackers design 就blackers design 可以开sign tab save 就拉上去 放在单个下面 我不能再拉进去 因为maximal是第三个 ok so好了 之后我是需要把它save起来 哦 我要用它 我真的是要用它 set as default so 我的latest menu 会跳上去上面 as default so 这个就是menu 好 很简单 settle 很简单去create它 footer也是差不多一样 ok 接下来我们会谈到teams 跟web store builder 但是现在我会直接点teams 进去给你们看 我会直接进去web store builder 为什么我要set到teams呢 其实没有 我没有set到teams 因为这里面这边也有得进去teams ok 所以我进去teams 里面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我们set giant 给你的一些sample 你们可以看看说我哪一个sample 对你比较适合 哦我是卖脚车的 这边有个脚车 可以跟着它的方式去做 啊 卖手机的 casing的 你们可以跟着这个 其实你们可以点进去啦 for example 我放demo 按demo了 它会开一个新的tap出来 open in new tab alright 所以它就会给我看到 你这整个 好战是怎样的 那如果我觉得我它的颜色 我喜欢 它的menu在这边 嗯 好看好看 可以可以 我想用它 可以我想用它的方式去做 这样子你们就直接按activate 那如果你们已经activate过了 你们还可以再activate新的吗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 不用担心答案是可以 你们只是需要再来这边 按activate 所以你们里面的content 你们里面的内容 这种照片还会存在 什么东西会变呢 你们的color会变 你们的font size会变 你们的font type会变 你们的一些 里面的那个小细节会变 这样子办了 你们里面的内容全部 还是会保留着一样的 所以我activate了 只是需要customize alright customize 然后它会带我们进来 我们的web store builder 在这边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把我们的nounce带过来 你们看到 我带过来这边 它会说我 现在使得的是这个 我点进去 它的setting会跑出来 所以它会跟你讲 OK for这个part 你要outload 的照片是极大极大 所以这边我就选image1 click to add 其实我已经把我的照片 全部add进来的 我就需要select它 OK 你要link去哪里吗 可以link去internal page products special offers open a new tab OK 第二个照片 我要outload什么照片呢 我就点进去 在里面找image manager 找 我要outload这一个 可以 好了 第三个照片 我要outload什么呢 就点进去 就来找 第三张照片 我要放的是 可以 add gif 其实也可以 所以在这边 我要跟你们讲 最大的file size 只能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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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B 2MB 你们的image不可以太大 因为你们太大的话 customer的load time 会很长 OK 所以你们的image最大 你的size kb and mb 去到2MB 最好 within 1MB就可以了 那如果像这样大的 需要2MB 可以没问题吧 不要超过2MB 好了 所以这边照片放好了 就跟着它下来 这个什么是空的 点进去 它是什么 我按change一下 它是product featured product OK 没有问题 featured product 我要show六个 要加add产品呢 就按add product 在你的product list里面 它会show你 你所有的产品 你试试看 哪一个我要show出来 给个人们看 我的top selling product hot item 先选出来 好的 然后continue 它就会把我所有的产品做出来 OK so total 我可以放多一点产品 然后carousel mode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 转来转去 product roll 三个 四个 五个 只能全力 这三个 OK 好了之后 就可以按save OK 下来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给你放照片的 所以它的size 都已经放出来给你 你们只是需要跟着你们的size去做 完了 OK 所以在这边你们可以想 哎呦我还要自己create我的banner 我的照片吗 很麻烦耶 right 我相信你们在shopee seller center里面 你们也可以upload 你们的banner 对吗 所以你们可以拿你们 已经有了的banner 在shopee seller center那边 download下来 在这边upload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会比较成功 OK 在这边我再看image1 点进去 image manager 我再选我要放什么照片呢 我要看这个 image2我要放什么 就在这边直接跟它setup去 这个选了第二个我选这个 第三个 就可以选我要的东西 product review 第四个 因为它的setting是给我们放四张照片 所以我们不能放更加多啦 OK 嗯 点Uno 不好意思讲哦 如果这样子的format 四张一样size的照片 我不喜欢 我要灌 这样子你就按change 看我要四张 五样size的 就是这样子 出来看 of course你需要重新选过啦 好的 所以在这边它的size 全部会出来给你看了的 你要跟着它的方式去放进去就够了 所以为了好看一点 我就换成这个change 刚才我选的是这个吗 是 有情绪放过 OK不用紧了 在这边除了这个放照片 放照片放照片的part 之后呢 你们还可以按settings for example 我按这个啊 按settings so settings的时候它会讲 hide in mobile hide in mobile的意思 如果你是 电话的mode的话 不 不进去了 所以customer如果用电话 grounds your website 他就看不到 这一个block 这一个choice OK so这边你可以选 desktop mode tablet mode 或者是phone mode mobile mode alright 都可以跑进来这边 ah background choice 我要放color ah maybe 我要放什么颜色 放黑色 它就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要黑色 因为你的background全白嘛 就给它白色哦 如果白色的话 我的feature 就看不到我 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heading text color 找黑 就可以了 诶 变黑了 body text color 就是这些字 so你可以慢慢玩 for example 我要红色 看到吗 很清楚黑色 或者是灰色 都可以 ok so price text color 就是这个价钱的 我要给它放黑色 红色咧 红色 太刺眼了 不要啦 我觉得不错哦 可以 就放红色 就放红色吧 ok 它的 background color frame的background color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慢慢try 看哪一个比较适合 看到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 蛮不错 这样我就慢慢看哦 要给它挤透明 诶 这样子我觉得不错耶 ok 可以 好了 然后frame border 你的frame要多厚 看到吗 都可以在这边慢慢的玩 一找到你 比较喜欢的方式了 就可以save 所以在这边 如果你不要color 你可以放照片 click to add image 你的background 我要放什么image 这个黑色我就放这个啦 ok 所以我就 我这个 我这个 effect 我比较喜欢放fix 就fix上你的customer score的时候 诶 看了比较特别 ok 在下面 这边有一些人 不会问 我要放youtube video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ok 你们在这边呢 你们需要找这个 叫做content 然后你能看到 这个有play button的 都是可以来upload你的video of course你的video 全部一定要是 啊 youtube来的啦 就content1 我选youtube 把我的youtube的这个 link放进来 content2也是一样 把我的link 换圈youtube 把我的link放进来 所以你的video 啊video通常都是要 youtube拿过来的 如果你要自己 upload你的video的话 其实 做不到啦 video通常都要在youtube 那如果你的video 在youtube是private的话呢 啊 在这边 customer也看不到 so你的video 在youtube 一定要是 人家searched about 人家看得到的 这边才能看得到 ok ok so在这边你们看啊 在你们的web store builder 这一边 我们看左上角 你们有menu跟page so如果menu的话呢 你会看到你的menu的东西全部咯 ok for example我要看啊 啊 terms and condition 它就会带我去到 terms and condition的page 所以如果我要去到 我的fashion 它会带我去我的fashion collection的page 所以在这个fashion collection的 位置呢 我要加什么block 我都可以加 info block info block我要加照片 best price 然后我要加第二张照片 add info 啊 original ok 我又再add info 第三张照片 我要add 啊 这是 啊 可以退货 within cheat 可以退货 so你要写字 可以这边写哦 啊 can return in 7 days for example 吧 啊 它就会这样子说出来 然后我再add多一个 希望我们四个吧 了 so要add多什么呢 给我看啊 每一个product 都有一个free gift so可以add这样子 就based on你的block 你要add几个都可以 通常我们会讲的是 哦你要add home page啦 五到六个 是蛮好看的 但是for其他这样子的page呢 你们可以 agaragar去try看 try and error 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 哪一个比较好看 alright so fashion之后呢 我可以进去我的anum 我选的page so page的话 我可以看到我的 刚才的 我说你们的那个 page editor ok 他就会说我刚才的page 出来 要不然呢 我可以看我的product page product detail 就是我点进去一个产品里面 他什么会看到什么 他什么会看到这样子 我刚才放了这个 我的product so在这边 我可以选择 按settings oksettings这边 是另外一个settings 是一个general setting for example okbutton 我不要卖产品 我的 website 要给你们看 有一些 会这样子问 ok so我就可以在这边 做一些改变 okay settings 然后product 可以看 啊 discount tag要不要秀 review要不要开 image shopping要不要开 addua message要不要开 啊 啊 啊 你的button the roundness要多远 也就是这样子 okay button 你的button 你的button要什么颜色 okay for example button是白色 你可以在这边换 看啊 我去product 看看先 啊 selling price color 这样子 button button的size 要多大 它的text要多大 它自己要怎样 okay so button color 换红色 它是text okay 这个是text 这个是 它的后面的color 就是这个 看到吗 你可以在这边慢慢一个一个玩 就是 buy now 还是 to hover color 我hover过去的时候 是什么颜色 然后 它的后面的这个 我hover过去的时候 会变什么颜色 okay so 有这一些option buy now button 是这个 so buy now button 或者是你的general button 就是add to cut的button ok so 如果我回去我的home page 的话 menu home ok 我进去我的setting 我去general ok 看哦 我的form 我要什么form 看到吗 我去画 permanent marker ok permanent marker 了之后 我的heading 我的feature的字 要多大 好 好 来 text format 大小 然后统统全部大致 或者是比较小 看到吗 它的点色 我的subtext 要放什么大小 都可以 ok 所以你们可以出过这一些settings 来玩玩 so这个是general settings 我们也有web layout 所以你要full width 或者是你要centered centered centered就这样子 在格子里面 ok 你要box 就更加小格 就是一个四方格 clear center 就是它 只在中间 部位就是整个都是 好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边 玩完 刚才我的background是摆设吗 我不要 我要换全部黑色 全部都变黑色去 so你可以在这边快读 玩到底你要怎样的一个 website 其实这些东西你要在一天做得完 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刚刚采用一个15分钟 给你show出来一个简单的 这一个 啊 editing的function 好 so 到这边 你们都ok吗 其实我们已经过时了 不是过时了 不是audit 是over time 好 so 在这边呢 我想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就是 Canva 你们很多人讲 哎呦 我不会 photoshop 我要这样做我的plan 其实这个Canva呢 是一个很strong的一个 啊 soft software 它是 可以讲是free的 but他们也有common member的function 就是 你们 给钱做member了之后呢 你们有比较多的function去用 所以刚才我的啊 啊 danner 全部都是用canva做的 进去里面 我选我要什么照片 我选我要怎样的style 自己去edit 就可以了 可以canva.com 它也是一个很好用的system 那如果你们用了nugetwork 对以后你是需要啊 啊 用更多的话 你可以sign up as a member alright so 这是canva 蛮好用的一个site so 今天呢 到这边我们已经讲到 哦 做一个website 其实 是做你的branding alright 有了你的branding 有了你的website 客户会比较相信我们 有了我们自己website之后呢 我们会比较特殊 ok 我们会比我们的competitor 还要特别 有可能他们没有自己的website 我们有 我们的website有更加多资料 我们会关心我们的member 因为我们会给他vlog 我来看 video去学习 ok 然后呢 啊 有了website 做了好了website 我们会increase我们的conversion rate 100个人进来 我们就能push down 50%的人跟你买 每100个按进来 就有50个在website下单 ok 为什么我们需要先做website 因为我们的SEO 是用一段时间来做的 它不是 ok 今天做明天sutter的东西 当我们越早有website 我们越早setup我们的google analytics 我们的google analytics 就会拿更加多的资料 更加多的数据 给你的marketer看 当你要打广告的时候 你们有比较多的data 来analyze 来做出比较好的广告 给你的customer看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 有那个共同点 他们fuel到你的广告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 increase conversion rate 跟你买或者是upsell 他们 ok 所以今天我们弄到 怎样把 product 带进了website 什么是pages 什么是blog 两个有什么一样 怎样做一个simple的manu 怎样做一个design 跟怎样link去ezy parcel 把他的shipping fee free的收出来 payment ok 然后最后的是 用这个system canva 来做你的banner ok so这是我们今天所touch到的 so我先讲说 我们的webinar 今天就到这边为止 希望你们学到 然后也会分到你们 thank you all i will go offline first for now right thanks and see you guys again soon by bwd6 by bwd6